发送国庆食品展热闹开幕 刚是农业局特地严选实际家农会 还有外销潜力的业者参加 不只单全农特产 现场还发表了 有农民团体研发的凤梨纤维吸管 那这个是可以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我们农业废弃物的清运 那第二个是我们解决 我们台湾一年30亿只的吸管的使用 提供凤梨暂停销路的危机 在农业局辅导下 把外销市场转向日本新加坡 也辅导产地开发相关加工品 把凤梨废料再利用 成功做出兼具耐用性跟环保减速的吸管 展现高雄农业软实力 去年我们到了8300多亿美元的一个双边 虽然全世界的经济景气的动向 可能现在面临到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但是我们也有非常大的信心 为了把高雄好吃的水果行销海外 有业者以零下40度的低温干燥技术 保留鲜果的营养和风味 让欧美国家的民众也能吃到来自高雄的水果 请了许许多多的外国的私底业者 一起来参与 本地食材之外 永远可以感受到异国的料理 异国的风味 节节高雄在地天然食材之外 现场还有私厨料理教学 假日也有周末限定活动 都在高雄展览馆展出 活动从27号开始一直到30号 为期4天 让消费者有机会一次买逐各区的农特产品 TB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